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DA的遊戲實況台 經歷了這麼一大段的長草期 好不容易有個真正的新活動了 咕噠咕噠明智為新 光聽名字就知道又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活動 本次採用了一個新系統 勢力戰 其他部分就跟本能寺沒有差別太多 復刻剛結束的各位Master們 應該都能駕輕就熟 首先 來看一下勢力戰的部分 簡單來講因為劇情需要會分成兩邊陣營 屬於織田一方的紅色幕府軍和藍色的新選組勢力 根據所選的關卡會獲得幕府點數或是新選組點數 統計全伺服器的玩家點數後 會決定哪一邊佔優勢 然後影響後續的劇情變化 比如說要是玩家都幫織田軍比較多 就會看到幕府壓制新選組的主線劇情 反之亦然 那沒有開放出來的另一側劇情可以在回顧裡面看到 也不用擔心 本次的活動素材包含了永樂前、殺金和小漢 素材稀有度從低到高 這部分就跟以往的活動沒什麼不同 另外就是活動點數 拆成了新選組點數和幕府點數各100萬上限 基本上後期一定打得滿 前期不用刻意去挑哪一邊 這回共有兩張活動兌換禮裝和三張十抽禮裝 我們先從十抽禮裝開始吧 五星的第六天魔王 超級有氣勢的織田信長 站在槍林彈雨之中 我就是他有名的第六天魔王 這跟我認識的NOB不太一樣啊 有著自身B卡性能提升和寶具威力上升的雙重效果 再加上是純ATK禮裝 可說是完全攻擊取向 同類型之前有張免費的勇者愛麗獎的冒險 因此就性能面上來說沒有到非抽不可 效果是小盼掉落加一 四星的春風遊步道 上面有大陣風格打扮的GD子跟GD夫 說實話我還挺喜歡大陣風格的 要是哪天去的京都還真想穿穿看呢 有著NP獲得量提升和傷害減免的效果 不算太泛用的禮裝 像是雷奧尼達或是貞德這類有寶具運轉需求的坦 可能有點用住啦 活動效果是殺精加一 三星的社交界之花 又是我們Fate Stay Night裡面 身材最交好的R姐梅杜莎擔任 順道一提 之所以上次看板娘跟這次社交界都有R姐的原因是 負責咕打咕打的經驗值非常喜歡她 性能是QA兩種卡色效果提升 嗯 那個倍率有跟沒有一樣 然後活動時永樂前的掉落數加一 日輪之城 有可愛的茶茶坐鎮大阪城 呃 雖然未來有點悲劇 能夠同時提升自己的暴擊威力和打心率 還有40%的起始NP 雖然NP量有點微妙 整體性能不算差 像是紅A賴光這種靠寶具打心回收再暴擊的角色 都可以使用 活動效果是提升幕府或新選組的點數 30% 圖滿是60% 這個跟本能4的撈刀毆是一模一樣的 人生狼 新選組的一番隊隊長沖田總司 和副長土方穗三 在月光下斬殺著那些敵對的智勢 同時提升自身BQ兩卡的性能 以及每回合給星4顆 算是至少符合這兩個新選組角色的卡瑟 說實話 本能4的慶功ODA也有很類似的效果倍率還更高 只是少了星星而已 其他諸如覺醒之前和Kiss Your Hand也都很相似 要是沒有產星禮裝可以加減用 這張是本次的增傷禮裝 裝備後全隊的傷害提升50% 圖滿100% 對於活動的高難度或是周回都十分有利 第四 本次活動的加乘從者 跟本能4不同 這回加乘從者加乘的是傷害 就類似鬼島活動 而根據角色不同 加乘的傷害也不一樣 最高加乘是100% 屬於這區的有兩次GudaGuda活動的限定五星 土方穗三和沖田總司 和活動4星 枝田信長以及本次的茶茶 再來是80%的傷害加乘 MI-X和歐盧塔 雷電天王特斯拉跟行月的親兒子紅A 以及獅子艾迪生 剩下就是50%啦 包含小金星、狗哥、R姐、C媽和黑鬍子 高加乘的狂職像是土方或MI-X歐盧塔 如果有的話都推薦練起來 配合上活動禮裝人生狼平A周回很有利 茶茶由於要等靈機素材和寶物 所以可以到後期再投資下去 再來就是公職的特斯拉跟紅A 由於不少關卡劍值敵人居多 這兩位都有很好的發揮地方 小盼能夠兌換活動禮裝日輪之城兩張 10個聖甲蟲、20個瘋魔遊燈、大騎士勳章 劍弓狂驚奇各20個 殺精一樣兌換兩張日輪之城 10個精靈根、20個燈籠、30個英雄之陣 金弓狂引起各20個 永樂前能換出最後的一張日輪 同時有30個魔術隨意和鎖鏈 慣例的伏伏跟總貨也應有盡有 全部換完需要3000個小盼、2850個殺精 和2800個永樂前 木斧點數在打滿100萬點時 能夠拿到3張人生狼 4個兌換茶茶提升寶具等級的日輪扇子 5個金銀同蘋果 2張護符、34星驚艷禮裝各10張 10個膽石、15個血淚石、1個傳承結晶 那友情點和QP我就不提了 星弦組點數則是3張人生狼 4個茶茶提升靈機用的藍奢帶 5個金銀同蘋果、2個護符、34星禮裝 10張、10個心臟、15個慘毛、1個傳承結晶 6.關卡劇情配置 本次主線包含續章和終章在內共有9節 考慮到勢力戰的發展也是隨日期開放 一開始會有續章GudaGuda文明開畫 第一節和第二節 然後進入第一次的勢力戰 至於勢力戰等一下再來講 一天後根據勢力戰結果 會有一個屬於勝利方的小故事 並拿到獎勵點數 開啟第三、第四節 再進入第二次勢力戰 一樣持續一天 然後小故事 第五、第六節打完 進入最後一次勢力戰 結束後 主線劇情的第七節以及終章都會打開 同時 終章過完後 本次的高難度關卡就會開啟 還有FreeQuest自由任務 7.勢力戰與自由任務 活動中共有三次勢力戰和主線結束的自由任務 兩者的關卡組成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敵人組成和掉落素材略有差異之外 勢力戰的關卡分成兩大類 分成是紅色屬於信長一方的枝田木斧關卡 以及藍色的新選組 紅方難度共有足心、祖頭、翻頭、奇本、大將 藍方則是書生、門生、勇士、浪士、對士各五關 掉落物都一樣 最後兩個難度會追加新素材 建議直接打最高難度的大將或是對士級就好 主線後自由關卡會多新難度 分別是紅方的大明級以及藍方的烈士級 自由關卡的素材掉落就分得很明顯 建議以後三關為主即可 同時還有最後一個 專門讓你打雙方點數的文明開畫級 8.活動角色茶茶 身為阿氏的女兒也就是信長的侄女 身兼、紅寶具、寶武、全體狂戰 這樣一個活動配布角色 在情報剛出的時候就一度讓人懷疑 是否會泛用性過高導致其他AOE寶具 甚至賴光的地位不保 事實證明岩川怎麼可能這麼善良呢? 先來看技能吧 1技的黃金綠兇 有著每回合NP獲得以及被打時NP獲得量提升 前者三回合共可拿30NP 某些周回場合下可以在第三波的時候 配合隊友補充20NP來放出寶具 後者就…你們也知道 Basaka都是皮薄嫩雞 不要期待太大 要是剛好被多段攻擊打中 是能大幅回收的啊 無辜的怪物 燕 練滿時10顆星星三回合 並降低其他人的集星度50% 老實說就算隊友是不搶星的數值 也只是到差不多平手的局面 沒有辦法有效讓星星集中到茶茶身上 但作為一個攻星還算不錯 3技日輪的寵機 可以說是茶茶最代表性的技能 回合疊加型的降防 LV時情況下最多能降到50% 可說是現階段最強的效果 缺點就是你必須要等到5回合 寶具、人法、火鳥… 呃…應該是巡濫魔界日輪城 除了傷害外還有20%暴擊率下降 和5回合的燒傷狀態 呃…相信大家看到這邊 應該可以知道茶茶最大的缺點 在於缺乏有效的增傷技能 日輪寵機雖然效果卓越 但周回實戰上不太有疊加的機會 再加上茶茶是所有四星狂戰士裡面 攻擊力最低的 只有八九四五不到九千 只降防一次的情況 火力還在邪輔或輕機之下 沒有降防的話甚至比斯巴達克斯還來得低 話是這麼說 並非就完全否定了茶茶這角色 在多數狂職沒有自衝情況下 1技是很有用的 2、3技讓她作為一個副打手也十分的適合 啊…不過活動中因為有100%傷害不振 所以是可以考慮練起來 9、懶人包 趙觀力開場可以丟丟石頭 看能不能撈出個土方和一些活動禮裝 當作參與紀念 接著通關序章和第一第二節 開啟第一次勢力戰 建議先把兩邊打出大將和對勢級 然後帶上之前信長好友抓個特斯拉 以幕府勢力的大將級為主 因為敵人劍職居多 搭配你手上有的活動禮裝 先農出400個小漢 殺精和200個永樂錢 把日輪之城的禮裝都換出來 要是還有時間 就把日輪之城裝備上累積點數 看能不能打出一到兩張的人生狼 勢力戰時請至少兩邊各打一場 來確保能拿到獎勵點數 第一次勢力戰結束後 通關第三第四節 會進入第二次勢力戰 這邊可以考慮裝備日輪之城 抓上好友的迷X 去打新選組關卡的對勢級 一樣能打多少點數算多少 幕府記得也打個一次好領獎賞 時間持續一天 結束後 第五第六節開啟第三次勢力戰 這回比較特別的是 並非時間制 而是上方的那條量表打空就會結束 這裡就沒有特別推薦打哪一邊了 挑你自己順 或是你想打的素材那邊就可以 第三次勢力戰結束後 主線劇情通關 就會開啟最後的自由任務 掃討戰 還有茶茶也會正式加入 要勇樂前的就去奇本跟浪勢 殺精的選大將或對勢 小盼就到大明跟烈勢難度吧 至於要選幕府或新選組 就看你缺八連雙金還是輸葉了 等到素材都能夠 就到最後的文明開畫 把點數補齊農滿 再把高難度關卡打掉 基本上 本次活動 就到這邊 結束了 最後 Q&A 爹啊 為什麼沒有高難度關卡的攻略呢 因為影片很長了 所以我會額外分出來 敬請期待 我主線結束了 沒有看到文化開明集的關卡啊 請把紅藍雙方自由任務 都打到最後一關 素材掉落好不好 我需要急著刷嗎 如果目標是八連雙金跟書頁 可以等到自由任務的掃討戰 再開始吃果農 嗯…整體不算差 但效率於純看消耗的AP 還是比不上去章節的自由任務來農 那麼本次明治維新介紹就到這邊 有什麼其他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提出 喜歡影片的也請點個訂閱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